行走中原感受厚荣河南 路过三门峡陕州区红旗村的时候 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几座传统的地坑院 这地坑院又叫天井院地下四合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在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其中的一座 已经废弃了 这个地坑院是比较传统的那种 只不过很可惜 这边呢 整体已经被黄土给掩埋了 那边有个斜坡通道 就是从那边通进这个四合院的 原来的四合院在四边 开的都有窑洞 看这些窑洞呢 都是桃子顶的 应该在前几十年都有人住 因为上方有红砖痕地 看这里面 被大雪掩盖的 就是原来的几间房舍 很可惜 全部都爬了 它原来是从哪进的呢 就是从这边有个通道 在这里很久没人走了 都是荒床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斜坡通道 原来可以通到里面 在通道的尽头 会设一个门 保证安全性 这一家也是没人居住的 但是保存的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 在地坑宴中间 种了一棵树 那边有两间半的窑洞 杂草太多了 那边是三间 这些窑洞用处不一样 像里边那个位置 一般都是茅厕 而两边的那些 有些是放杂物的 有些是厨房 一般斜坡通道 对着的那个房屋呢 是主房 那边那个就是主屋 主屋 门开的一般都比较大 采工也会比较好 不过这个地坑院啊 也是岌岌可危了 下边用钢棍和木棍 做了支撑 顶着这个墙 要不然可能也塌了 在周围 有一圈那叫蓝马墙 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 防止外面下雨以后 雨水倒灌进来 第二个呢就是防止 有人走到这里啊 没看见这是 这是个地坑院摔进去 第三个作用呢就是美观 它的入口在哪呢 在这边 这是一个斜坡通道 那边是路 这是斜坡通道 然后呢 走走走 里面有个门 不过门现在锁着 这主人呢 这两线坑林肯定是回来过 刚刚贴的新对联 这也是个地坑院 不过这个地坑院呢 它的就非常严重 我现在走到这边上 我都感觉有点害怕 那边三孔窑洞 那边三孔窑洞 洞口基本上 都处于半掩埋状态 而那边三孔窑洞呢 门都非常破了 这里不是景区啊 所以 这是地坑院的真实现状 没想到越往这里走越多 这地坑院一个挨着一个 不过呢 都是废弃的 我现在站的位置 下方 其实就是一个窑洞 别说 这个村的景色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勾勾呵呵的景观 叫园 土园 我们看 对面的园上 开了非常多的窑洞 这种窑洞啊 叫靠牙齿窑洞 也是传统古民旧的一种 而地坑院 则属于下沉式窑洞 又是一座废弃的地坑院 这座地坑院基本上已经没有 C5的可能了 在这边出现了大范围的坍塌 包括这里 有个非常深的大洞 其实真正有人住的地坑院 是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的 因为 在住的地坑院 基本上都会做 维护动作 每年都会 在上方用十年 进行压实 经过压实后的 这些土墙 是非常结实的 在村子里面 走了一遍 发现只有这一家 还有人在居住 不过很可惜的是 刚刚我在下方敲门 没有人应答 估计在这住的 应该是 不愿意搬走的老人 这个院子 打扫得非常干净 这就是有人维护的结果 看看这里面 一尘不染 这边是主屋 现在的主人 住在那个屋子里面 因为 在上方能看到 烟囱 住在这里面 是冬暖夏凉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 住到这里面呢 能感受到 来自 地下的温度 有非常好的保暖作用 我们在上方看一下吧 看看在墙沿上面 还有积雪 这是在十几天前下的雪 到现在都没有融化 瑞雪照风年啊 打扫得真是太干净了 这红季村我们就录到这里